嗨 我回來了 今天的影片是要跟大家分享 2018年的1月最愛 那我現在已經把我的1月最愛寫在我的新的記事本裡面 我就來一一分享給你們 其實數量沒有很多 因為1月的時候剛從美國回來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都還有點沉浸在去美國玩的那個情境 然後又一直都在剪Vlog 所以就是整個人好像都還活在12月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有從1月當中挑出一些我覺得生活上很喜歡的事情想要跟你們分享 第一個我要分享的呢就是這個 INTEGRATE的每一天指甲油色號BR708 這個指甲油我買超久了大概超過一年以上 然後好像是那時候覺得拍影片的時候指甲沒有顏色很醜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比較裸色的感覺 我不知道它算是裸卡其還是裸偶 反正它非常的自然 然後我每擦 PO在INSTAGRATE上面就被問說 那是什麼顏色那是什麼顏色 所以我就想說 放到最愛裡面來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它優點呢 是除了它 顏色好看 快速上色快乾之外 它非常的便宜 它原價好像是100塊 或是110 然後打折之後呢可能就是七八十塊而已 如果你最近有在找指甲油 但是不知道擦什麼拍子什麼顏色的話 不妨就去屈臣室或康室美 找考看這一款吧 我覺得這一款真的是CT值非常高 第二個我要分享的是 蒸拌麵 那我最愛蒸拌麵的兩個點是 它煮起來超級快 十分鐘內搞定 然後第二個點是它真的好好吃喔 我知道蒸拌麵已經紅了非常非常久 但是我其實不是那種很會去追風的人 就是當我知道一個東西新出很夯很難買 或是一間店很好吃 但是排隊要排非常久的時候 我就絕對不會去跟風 因為我不喜歡就是 預購要等 然後我不喜歡排隊要等的那種感覺 我就會想說我要等風潮過了 再去買來試試看就好 就是有時候我是比較冷靜一點的人 但是呢我們家會出現蒸拌麵的原因 是有一天我媽她買回來的 她就說什麼她朋友很推薦 她就買了一包試試看 那她買的口味呢是麻醬的 所以一月份一開始呢 我都是吃麻醬口味的蒸拌麵 它的麻醬真的是麻醬 超真實的 我是那種到麵店 它有麻醬麵或雜醬麵可以選的時候 我絕對會選麻醬麵的那種人 所以我吃到蒸拌麵的麻醬口味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好吃 我半夜很容易肚子餓 因為我習慣邊剪片的時候 一定要邊有東西吃 蒸拌麵它煮的速度非常快 也不會把鍋子弄得很髒 所以我對它的整體食用心得非常滿意 那後來麻醬麵吃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 不行 這樣我半夜沒有東西吃 然後我不想要半夜跑出去買泡麵 所以我覺得到了頂好買了這個香辣豆撈口味 這好像是我之前送我弟也是這個口味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吃 不過它吃起來是真的會辣的那種 就我吃完會這樣 因為我平常吃小辣 然後我最近其實不太吃辣 所以我吃辣的能力整個這樣 下降 不太能吃辣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很好吃 我很喜歡它的麵條 就軟硬適中 不會太軟爛 它一般的建議煮麵時間是 四分半到五分半之間 我大概就是四分半我就會停了 我想要保持那個麵QQ的感覺 對 沾拌麵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剛剛是不是太真心了 總之呢 我一月份就非常喜歡這種 快煮的麵類 我覺得非常方便 如果你有吃過好吃的這種 快煮麵的話 請留言跟我分享 你喜歡的牌子跟口味 我會去買來吃的 因為 煮現在太方便了 然後 我之前都會直接把一些剩菜拿出來 然後像是肉片或是青菜 就直接放在麵上面 就變成完美的晚餐耶 超喜歡的 分享的是 護髮 是這個 卡詩的皇家淵尾滋潤護髮露 這個護髮超級有感的 這個護髮是我表弟推薦給我的 因為他是美髮師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個試試看 他覺得效果還不錯 然後我就是 試了好幾次之後 我發現 頭髮隔天的那種 紅潤度真的有變好 彈性會變得更好的感覺 而且 怎麼講 他不會讓你的頭髮變得過於絲滑 很像有一層東西在上面那樣子的感覺 可是 他感覺是把頭髮裡面的蛋白質補滿 雖然當然不可能是真的蛋白質 可是 他就是很像把頭髮裡面 比較脆弱的結構補滿 然後讓頭髮的彈性變好的感覺 我覺得使用了這個護髮乳之後呢 使用鏈捲棒後 頭髮的彈性會變得比較好 也比較持久 所以 非常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最近有護髮的需求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那我使用的頻率大概是 一週一次 或是一週兩次 對 我沒有非常頻繁的使用 但 如果我知道我隔天要上電棒的話 我就會使用到 就是這樣 推薦給大家 就是大家很常在問我護髮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我目前用到 很有感的產品 那我之後會再做一集完整的 洗髮精分享給大家 我還在想腳本 所以 請大家等我一下 第四個我要分享的是 Terence House 雙城公寓 這是一個Netflix上面的 真人實境秀 主要是不認識的三男三女 然後 就去 看他們會發生什麼事情 基本上都是在討論 夢想跟愛情的主題 一開始我會知道這個節目的原因 是因為余寶跟月寶都有看 他們那時候就跟我說 他們最近在迷那個 他們覺得很好看 然後我當下其實覺得 蛤? 太無聊了吧 就是 為什麼要看 就是六個路人 的故事 就是感覺很不甘我的事 到了1月 那時候我跟威神 開始一起用Netflix的 多人方案 然後看見Terence House 它有一個夏威夷版 我之前有跟你們分享過 就是我很想要去夏威夷 所以我就想著 你一邊聽日文 一邊看 就是夏威夷風景的 理由 打開了Terence House 參加夏威夷這一季的人 都是混血兒 就是日本混哪裡 日本混哪裡 然後每一個都長得 超好看 開始就是被他們的高顏值所吸引 然後再加上主持人講話很 幽默風趣 我就會一直看下去 夏威夷這一季的 我很喜歡的是 Yuya Lauren Tsai 跟Yusuke 基本上是 比較前期的成員 我覺得夏威夷這一季其實 前期比較好看 後期他會變得有點像是 一直在鬼大牆 一直在重複一樣的事情 可是我後面的時候 很Enjoy在主持人 講屁話的部分 因為他也 他同時也有六個主持人 會在旁邊介紹說 欸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解釋了一下 他們發生的情形 那他們覺得說 A這樣說代表什麼意思 B這樣說又代表什麼意思 那這樣做 在大部分的場裡 來說是 好的嗎 還是不好的 我就整個愛上主持人 他們 互相 腦補跟 講屁話的那個畫面 所以夏威夷結束之後呢 我就馬上看了 2015在 東京拍的那一季 2015在東京拍的那一季 也是帥哥很多 我再把那個我覺得帥哥放在這邊 在東京呢 我就更喜歡主持人群了 因為主持人群實在太爆笑了 我覺得看了Terence House 對我來說的影響呢 是 我又更了解了 一般人他們對於 溝通上面要怎麼進行吧 會評論說 雖然他這樣講是代表什麼意思 可是他真的太不會講話了 就是女生會聽不懂 所以我後來覺得 哇真的是在溝通上很重要 他們在那個Terence House整季裡面 其實常常會有那種 對質的感覺 就是 會說 我覺得你這樣做不對 然後另一個人就說 為什麼我做什麼 然後會這樣對質 然後 吵架那種感覺 我一開始覺得超可怕的 可是 有些人他們後來因為這樣對質後 就成為了好朋友 我也覺得還不錯 所以就開始讓我想到說 其實我在現實生活中 真的是不太喜歡 跟別人 吵架 可是也有一點 逃避溝通的那種感覺 但我現在就想要學習他們 就是 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就要把它 講開 就對我在意的人 我就要把它講開 就如果大家 有Netflix上號 然後很閒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還蠻好看的 再來我要分享的是一首歌 我好像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音樂了 那今天要推薦的是我 一月大概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聽的 盧廣仲幾分之幾 那一天你走進了我的私民 謝謝你成為了我的幾分之幾 剩下的大家 就是在自己去點影片下面的連結 去聽完整版 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超想哭的 就是 你成為了我的幾分之幾耶 就是就譬如說好了 我跟Western已經交往大概五年多 然後我今年二十六歲 所以他已經佔據我人生中的五分之一了耶 就 就是 你以為跟你只是有 這樣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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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其實因為他們長期在你的生活之中 所以 他們在你的身上也賦予了 養分陪伴或是 然後一小部分的個性影響 所以 我的整個人的思維 我生活方式的邏輯 其實都是 不同的人給予的 他們都是我身上的幾分之幾 我的天啊 雖然雖然他沒有講那麼細細 但我自己把它解讀成這樣 他的歌詞寫說 那天你走進了我的生命 謝謝你成為了我的幾分之幾 如果我要更完整一點 也是因為你 某天你離開了我的生命 謝謝你曾經是我的幾分之幾 感人 然後後來他最後一句是寫說 你終於還是離開了我的生命 留下每天在變老的我 請記得我曾經愛過 想哭 我聽歌是用Spotify 然後我是跟朋友一起用家庭帳號 所以一個人 一個月大概是40塊 也就便宜很多 如果大家有想聽音樂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就謝謝大家今天把影片看完 請留言在下面跟我聊你的音樂最愛 然後我會去回覆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愛心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那當我送完新影片的時候呢 YouTube就會通知你 好嗎 那我們下次見 記得去我的Instagram 看我的日常生活 下次見 掰掰